进入今天的F1中国战15年15人专题 我们将目光转向一个今年刚刚加入F1大家庭的新群体 他们就是F1小车童 七岁的赵泽西是一个有着半年车龄的老司机 上周日他如往常一样来到上海赛车场练习卡丁车 不过这一天他还有个特别的任务 那就是参加2018F1上海战的车童选拔 根据国际车联新规 本赛季F1将不再有赛车女郎的身影 取而代之的是一批小车童 虽然还不是很明确车童需要做些什么 但七岁的赵泽西已经迫不及待的选起了自己的搭档 F1车童就是一个F1车手亲这个小朋友 就像足球员一样 那你最想和哪个F1车手一起进场 哈密尔顿 为什么 哈密尔的每次得第一第二 根据规定 F1车童必须从已经有卡丁车或者初级方程式比赛经验的年轻车手当中选出 而车童的加入也旨在激发年轻一代对F1方程式的热爱 赵泽西的父母告诉记者 小泽西从三岁起就迷上了F1 他最喜欢的就是戴着头盔拿着玩具方向盘在电视机前跟着直播画面开赛车 长大后一次偶然机会赵泽西出厂卡丁车从此便入了迷 除了迷恋开车时的速度和声浪 赵泽西还展现出了一个专业车手般的最胜利的执着和渴望 迷上卡丁车的赵泽西得到了父母的全力支持 他们找到上海赛车场的卡丁车培训班 每周送孩子来这里练车 条件是他不可以荒废学业 不可以在上课的时候画车轮或者是赛道 当被问及F1车童需要具备哪些条件时 赵泽西也是一句不多地道出了真谛 要认真 还要爱赛车 还要帅气 F1大奖赛还有不到两周的时间就将着陆上海 作为今年加入F1大家庭的新成员 赵泽西和他的车童小伙伴们将和我们一起见证 F1中国战15年 F1中国战15年 我们共同见证